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栋栋具有贵北民居风格的民宅 错落有致 村道干净整洁 美丽的村庄 与连绵起伏的睡美人青山 风雨桥等自然田园风光 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 近几年 丽浦市高效推进乡村风貌改造 和人居环境改善 众多生态宜居的乡村 成为了新的人气聚集地 新黎村也借此吃上了旅游饭 村民们也尝到了甜头 还忙着呢 您看 咱俩的初次见面 就在这个花海火车站的站台上 也是很特别 我们从17年就开启 这个成立一个合作协了 有网红桥 小火车 木楼 还有餐厅 我们还有这个竹筏码头 这么丰富 那您在这做什么工作 我就是在这里接待 这个客人服务接待 您这么跟我们说 您最忙的时候忙到什么程度 最忙的时候 可能要到八点钟这样 晚上八点钟还没下班呢 没有 那么多游客 看这这么晚还有这么多游客 在这里打鼓玩的是 那黄大哥 今天我可是刚来咱新黎 您给我推荐第一个景点 咱应该去哪 第一个景点就是 往红桥 那去我们去看一下 新黎村 新黎村112户368人 人人参与建设美丽乡村 2017年借助政府三清三差行动 新黎村修建环村道路500米 建造微花园5处 微菜园5个 微田园2处 并在乡村风貌提升的基础上 打造农旅融合的旅游产业 兴建了生态荷花湖 竹筏漂流 三角固定翼飞机等项目 产业兴旺 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新黎村结合当地特色 打造了农旅融合的新品牌 以特色旅游产业 给村里带来新变化 这个就是往红桥 这是往红桥 那我们去看看吧 这个水里面这个倒影 整个就是咱整整体山形的样子 真漂亮 有合法的时候 其实一份有合法的很漂亮 这里我们水里面有船 有碰碰船 很多小朋友我们 两三个 对歌了 怎么还有人唱山歌 是啊 经常有游客他们自发来这里 唱山歌对过吗 还有那个风雨桥里也有 那我知道了 我得对上这山歌 我才能进村是吧 是啊 这山歌 是什么水面大根刀 黑了了落落 什么水面七高楼 黑了了落落 什么水面春阳山 什么水面公白头 什么水面几岗山 什么水面公白头 黑了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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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放松 乡村美好 让游客流连忘返 村里还整合文化资源 延展乡村旅游内涵 这广西的对山根就成了特色的文化游移部分 表演队伍在独具特色的木楼风雨桥上 再歌再舞 成为游客互动的形式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段老师 太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觉得我已经就加入到咱们的团队当中了 欢迎 欢迎 欢迎指导 我觉得唱得太好了 而且我觉得咱们村这个传统的曲形式 通过咱们村这个变化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节目了 现在是一个景点的 我觉得 是啊 这是我们地方的文场 这个题目叫 欢迎你们到利普兰 这就是相当于一个欢迎仪式了 是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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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场是利普当地流行的一种清唱剧类型的曲艺形式 村里的文艺爱好者们 共同组建了一支约20亿人的文艺队 在农忙之余 台变文场 鱼谷 所有的节目都是村民顺手时来 每个人都可以融入队伍 唱出了村里的新变化和美好的未来 现在的这唱歌跟原来唱歌心情不大一样 不一样了 现在你看 这里都改变成这么好的风光和间谍 新城高兴了 咱们村变化这么大 您觉得变化最明显的地方在哪里 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你看 我们这里的建筑坡你看 前面那一排房子就是这两年才起的 还有这里的游玩景点 不是才这一两年才起起来的 那我去那边看看啊 继续唱起来吧 再见 村里美景不断 还有曲艺表演可以欣赏 丰富的旅游形势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夏季热闹的时候 每天数十辆满载游客的旅游大巴 开进了新离村的景区 游客接待量日均可达到2000人次 现在村里的景区还在进一步的完善 咱村目光所及皆是风景啊 这么多景色你最喜欢哪一个 风雨桥那里 风雨桥 那个是你心中印象最深刻的 是啊 我们的村里面啊 老人游客啊 到那里啊唱唱歌啊 山歌啊跳跳啊 搞的那个服装表演啊 礼拜天啊 这有那个旗袍啊 其他的很多活动的在那里 就是大家刚开始那个心境还挺高的 然后呢 但是景区建好了 游客还没有找到 但是就有一点打退堂鼓了 是吧 这个时候您是怎么办呢 没有我们就想办法 我们出去去找游客啊 怎么找的您说是 我们去跟这个其他公司合作嘛 后来又跟这个政府 这个联系有搞这个风貌提升啊 我们村里面跟外面 就一起就红火起来了 政府市里面啊 就对我们这个村里面的 很大的支持 才有的啊 今天就这样 那这样的话 乡村风貌提升 提升的都有哪几个方面呢 您觉得 防止这个全部这个风貌改造啊 还有这个道路 云泥化 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候 你是怎么给大家鼓劲的 跟村民就这样说 困难我们可以解决 就慢慢来 困难可以解决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 找到办法解决问题 您记忆中 咱大概一共开了多少次会 就研究景区的事 要有一百次 同我们介绍一百次都不及 大大小小的会议 就像我们从刚开始 乡村旅游成为了新兴产业 带动了村里发展 同时 新离村还借力传统农业 给乡村风貌做装饰 近万亩的花卉苗木基地 将村里装饰成了大花园 在广西群山的映尘中 我们新离村的民房景致 都选得特别的新颖 而在这其中呢 错了有这些苗木和绿化 又更加别屈于阁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儿 我们去找找罗大哥 走 罗大哥 您好 罗大哥 你好 你好 罗大哥这个是什么花 这个是红花金木 它这个就是小棺木 也好绿化用的 它开花是红色的 因为四季叶子都是紫色的 非常漂亮的景观 这就是一捆一捆的 这一捆一百棵 我们就按一百棵 给个客户 这一百棵能卖多少钱 一百棵 现在大概是十五块吧 一百棵 以此这一年通过种苗的话 一个人能带来收入多少 我们村的大副也就是五六十万吧 中副也就是二三十万 小副有个七八万吧 其实我看到您这个苗木 我才想到 是不是因为大家 咱们村里的人 干的都是相关的产业 然后对旅游房也比较了解 然后自然的就把咱们村 变成一个景区了 因为我们这个贴食地利 你看离杨说这样 做旅游比较占优势 所以我们这个根本 就有这个绿化苗了 所以发展这方面 就是更加得那个地利了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要做景区的时候 主要还是想 怎么样把我们这个苗木 推广出去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景区 就是咱们村里人的 一个大舞台 每个人都在我这个舞台上 轮番上演 是吧 展示自己的才艺 让更多的人知道 花卉苗木培育 一直是新离村的主要产业 培育有红花继木 毛杜鹃 罗汉松等二十多个品种 年销售绿化用千叉小苗 十亿多株 年销售额达一亿元 纯利润约五千万元 在苗木种植 管户和销售过程中 能提供八千个劳动就业岗位 让附近村民能就地务工 增加收入 如今这村里的旅游产业 还成了宣传平台 展示着苗木产业的发展成果 所以说这景区最终的样子 是不是寄予了你们很多的期望 可能我们就希望景区越来越红火 我们的苗子也越来越好卖 景区越来越好 也会带动你们自己的收入 是的 因为景区好了 也是我们村民 大家都有收益分红 还有分红和收益呢 每年都有的 这个分红收益怎么分呢 那个地是我们村民自卫工资的 也好还有陶钱 每年景区除开正常开支 剩下利用大家村民就分红了 您对未来在村里的变化有想象吗 我们在通过去外面走访 人家大型公司和考察 就是我们这个规模 相对来说是比较凌乱 我们把它怎么样跟村民商量 把它整合起来 化为标准化 以后节省劳动力 降低成本 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要吸引更多外来的先进的理念 然后把咱们村里建设的越来越好 就像这颗多肉一样 欢迎着每一个四面八方的朋友 来到村里 看到我们的这些产品 村民们自家的苗木 也成为了村里微花园 微景观建设的主要原材料 在村里共建设微景观38处 在村屯清洁美化 人居环境明显提升的同时 心里村屯在房屋建设的整体风格 墙面色调及窗框建设也基本一致 放眼看去 让人心旷神怡 许多的村民在家门口的翻篱里 窗台上 还分别种上摆放了各式各样的 盆景与花卉 为美化村屯又增添了一抹亮色 村里的特色企业 也在助力新离村的发展 你好 打扰了 打扰了 你好 这就是咱们的团扇坊是吧 对 对 对 团扇坊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扇子 哦 那邱广初是 邱广初是我的父亲 哦 对 他也就是我们这个 邱广初团扇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在桂林团扇的传承人之一 是的 是的 他是我们桂林团扇的 这个区级的传承人 哦 我是桂林市级的传承人 那您刚开始 刚来新离村的时候 那时候村里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就突然就看到 里面怎么好像面貌一新了 看到这么这么这么多的游客 很多外地的游客车也听了很多在这里 然后大家都穿上汉服 还有一些民族服装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服装 都在这里拍照 当时后来我看到以后我就觉得 哎呀 如果我的扇子 能够进到这个地方来 跟放在这里 以后给游客了解 以后让他们拿着我们的扇子 来拍这个汉服的照 拍这个古装的照 其实是挺好的 然后就想到的话 就跟村里面的联系 大家一拍即合吧 2018年12月 桂林团扇制作技艺 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发展旅游经济的新离村 被选为了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展览窗口 传承人邱广初老师 还为游客开发了 非一团扇制作体验 那我能跟您学一学吗 可以 这就收图了 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 愿意学这个手艺吗 很少 很少 现在我的工学 全部都是年纪大的 所以每年这个传承很困难 所以现在就想要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从小就给它借助 现在我们这里是 研修基地吧 中小学生在这里来 洗液 再一个我们就把它放到 旅游景区去搞研修 对这个不外引擎的产品 扩大它影响力 把它传承下去 通过我们的美丽乡村 现在带来更多的游客 在我们这个景区里面 在村庄里面 看到我们属于桂林 我们自己的文化 对对对 我们这把新梨村的虎年团扇 就制作成功了 我们得祝福咱新梨的朋友们 是吧 在这个虎年 卧虎藏龙的大家 走出虎虎生风的气势 这后面 我们要把这个刘白 留给我们的 来到新梨村的游客们 把你们的祝福 留在上面 一路变迁 一路笑脸 一路风景 成为乡村真心路上 随处可见的画面和场景 旅游经济 也带动了村里的文化传播 新梨村全力推动 传统农业 特色企业 新兴产业 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打开了该村花卉苗木 桂林团扇制作的销路 在产业发展的引领下 乡村和谐稳定 村民幸福安康 对于新梨村的发展 村里还有更长远的规划 你看这新梨村 我觉得本身 它就具备这个 得天独厚的旅游条件 对 这个村呢 风光很好 但是 作为发展支出 的确很困难重重 最初我们 跟领导小组啊 我们确定了 就是三句话 通过政府引导 企业参与 群众主体 围绕着三句话 勘展工作 作为政府这一块 我们以党委书记 和镇长为组长 专门安排了一套班子 到新梨村 从设计支出 各个环节 我们进行个全城的一个参与 哎呦 您要这么说的话 咱们政府的投资和参与 对于我们 有着创造景区愿景的 这些村民们来讲 简直是一场吉尺雨啊 2019年 新梨村的建设成效 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关注 开始大力宣传 并助推项目落地 在周边热门景区 近百万游客中做引流 为村里打响了名气 并吸引了不少客流 在2020年五一假期 客流火爆 游客们分治踏来 感受自然与人文共荣的 美好风光 一日营业额 最高可达三万六千元 给合作社及村民 打了气 鼓了劲 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的业态 正在新梨村 一步步地建立起来 整个村里的 这个产业规划这一块 我们是把它分作 四个板块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马领河的 这个竹筏漂流区 第二个呢 就是还有一个 我们的有360亩土地的 休闲旅游区 第三个呢 村里面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墨区 第四个板块就是我们现在 看到的这个 我们的民宿区 就是这儿了 对呀 我刚才经过时 我就已经感受到 这应该是 未来大家来到咱们 新的村住的地方了 对 这些民宿都是我们这个 装备室住房 这个区呢 总共是有三十二栋房子 是广西唯一一个 装备室住房 唯一一个示范点 除了现在我们的 四个打算之外 我们未来的愿景 你能跟我们谈谈吗 未来的话 我们是打算通过 这三十二栋房子 就是把它打造成 中高端的这个民宿 就是通过 配套设施的完善呀 还有一些 现在这个数字化的管理呀 各个方面 我们就进行一个 全面的提升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特别期待 未来不远的日子里 这边都住满了人的场景 对对对 正在建设中的民宿区 预计会给村集体 每年增收近百万的收入 新的商贸易条街 也正在建设中 由村民自发特色产业 黄爱民大哥家 花卉自选超市 也成了游客们 住足停留的地方 走在村子里面 窗名几近 其实这里更像是城郊的一个别墅区 其实找不到那些村落的感觉了 前面就是黄大哥家 我们去他家看一看 黄大哥种的花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走吧 您布置得跟花室一样 多漂亮啊 这都是您种的花啊 是啊 自己种的 哪个是你最满意的一个作品 就是这种 是沙国煤和这种金刚树 这些苗木是从哪摘过来的呢 这是从山上 山上 那这么说的话 您得在山上亲自去找这些造型独特的这些苗木 然后再栽在盆里是吧 对 哎呦 那么说的话 这些苗木 这都是有故事的小树啊 是啊 您给我说说哪个 您踩的时候费劲费的最大 就是这个黑骨茶 黑骨茶 都是在山坡上 那个鞋坡上的 卖到最远的能卖到哪 卖到白金 北京 那一年能通过这个苗木 您大概的收入能够达到多少 收入差不多十万吧 一年这个苗木就都拿到十万 咱还有客人来吗 有啊 旅客人进来吃小吃 来尝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鸡蛋茶 鸡蛋茶 这个白果 白果 这个花生 花生 还有两个鸡蛋 对 再加点糖水 还能加糖水 太舒服了这一早上 很暖 挺长一下 这是我们的特色小吃 这是咱的特色甜点 怎么能想到把咱们村 变成景区 能供大家一起都来呢 都是为了的村民 刚开始还没有那么顺利 这是做了一段时间 咱们慢慢地顺利一下 在新黎村 这样的庭院经济 具有八十户人家 而且家家有特色 户户有惊喜 村合作社 对有利于村里发展的想法 还会给予现金奖励 这极大的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 现在 新黎村的旅游业态 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多的村民充分感受到了 乡村变美了 民富了的 真幸福 他原来的时候我跟你说 这里是什么东西 这里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那路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把这个基础做起来 以后 上来 他们每天就来这里 寻凉啊什么的 感觉很舒服了 以前根本都没办法过了 以前在外面打工了 是吧 现在家里面搞这个 肯定回来了 要不要出去打工了 是吧 这村里面 其实搞这个旅游 搞得漂亮一点 以前还肯定困难一点 黑家一天赚了两三百 还可以的 要这样子的还满意的 还是蛮好的 村里面 每个人 每个家庭里面 这个是很好的 在以后也说 因为不是好的 春有百花开满地 下有荷花香满池 下一步 新黎村还将建设 露营基地 商业一条街 民居民宿等配套设施 实现农村美 产业心 百姓富 征太优的综合效益 以乡村旅游 带动村民 共同致富 整体提升 村民的幸福指数 走在新黎村 走在新黎村 到处都是我们村民们用心营造的美景 曾经的自娱自乐 变成了现在的旅游项目 曾经的废酒庭院 变成了现在的街心花园 村民们把生活的美好愿景 都融入在了这一处处的景色当中 一个长远的规划 一瞬间美好的想法 和一次集体的行动 让收入提高了 日子也越来越有败头 这就是我们美丽向上的新黎村 这里是广西桂林利浦市马岭镇新黎村 我是王阳 下期我们又将遇见哪些美丽乡村 敬请期待